今天星期五來 我錄完這段影片就會去拍頭條新聞 所以沒有叫我不用做 所以我今天會繼續拍 如果無意外 就會在晚上六點鐘無線播放 除非她又抽起 像第一集那樣放在深夜 不知道林鄭會不會有六點鐘出來開記者會 上星期就是這樣 然後港台電視31就會在八點鐘播出 正常就是這樣 如果大家發覺到突然變的話 就跟我無關 而是CTVB的問題 頭條新聞發展到今天 跟以往那個來勢洶洶 亦都有大批判的情況 有少少不同 如果你要數頭條新聞 其實30年來被政府點名 徐四文也好 董建華也好 都不止第一次 被人批評 頭數N那麼多次 仍然 可以這樣說 無村無難 行存了30年的時間 這個對我來說 是 很值得安慰的事 很多人說頭條新聞像什麼呢 像政治漫畫 或者時事漫畫 政治漫畫 時事漫畫 是會 這個叫做 欺笑露罵 嘲諷 爺魚 有些誇張 用一種卡通化的形式 去表達 創作者對一些 時事 政治的看法 你很難說他每一個字 每一個句好 都要 好像新聞那麼嚴謹 是有些誇張一點的手法 這一點是很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用頭條新聞去說 哪個字是用錯了 哪個字眼和什麼事實有些出入等等 這個批評的方法 其實是完全不對焦 是欲家之罪 但是今天 欲家之罪的事就很多了 刑事罪 有欲家之罪 說你拿著那個雷射筆就說是雷射槍 有個螺絲筆在袋上就說你 用武器可以作為非法用途 藏有這個物件等等 總之 欲家之罪就何患無辭 要一個罪名給你 要令到你萬劫不復 其實建制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今天 頭條新聞遇到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是比 在過往 這個政府是批評頭條新聞 各種不同的罪名 批評頭條新聞 是來得我認為是 零例的 所以我是替頭條新聞甚至替香港電台 那個前途 極度擔心 為什麼這樣說呢 除了現在 警察 走了第一步 寫了封信 給香港電台 用PK等的名義 以往PK等都有或者是盧偉聰都有寫信給這個 廣播處長梁家榮 不過這些信 雙方的默契底下就不公開 這次 誰公開的 我的理解就應該是 警方主動公開 公開了 然後就 讓你避免也不能避免 要你公開交代 要你寫報告 然後警察出來之後 然後就是 援助 協會 林大總統 就變本加厲 方你不死 多兩腳 發表聲明 接受不同的媒體訪問 就說 這個 《頭條新聞》 就這樣做 有多少問題 有什麼問題 我都不在這裡重複 大家 自己可以去看 除了這個之外 港台有個顧問委員會 他的主席就叫陳建強 就是六八九的時候委任他 在一位牙醫 而且藍到不得了 在不同的場合 和政府暢和政府的政策 在這個 預慎運動的時候 反送中運動的時候 對於警察是支持得很厲害 他做了港台的顧問委員會主席 他在這次事件中非常之勞力 警察的投稻信 施施給顧問委員會 然後他就 馬上就反映了 就叫 梁家榮 要寫報告 發生什麼事 這兩天接受不同的媒體訪問 都正常 政府部門投訴政府部門都是大事 你要根據這個港台約章做事 編輯約章 都要持平公正 如果有這樣的投訴 你也應該有回應 我是很中立的 我是不會 未有調查前下結論的 不過 有沒有違反這個約章 準確要持平公正等等 是不是都要交代呢 他用一個貌似中立 貌似比較開放的一個角度 去回應 但你能看到他接受不同的媒體訪問 骨子裡 其實立場是很清楚的 譬如他說 這個香港電台是公平廣播機構 你叫他 完全是說了政府的立場 不可以批評政府 這是不對的 他可以的 不過他批評的時候 是不是都要根據事實呢 是不是要持平呢 是不是兩方面都要說呢 頭條新聞 是一個諷刺節目 其實 諷刺政府 其實都 無可厚非 不過 諷刺這個建制諷刺政府的時候 是不是兩方面都要諷刺一下呢 才比較持平呢 然後他就說 其實我很喜歡看吳子森 很喜歡看曾志豪 不過他都做了十幾年 換下人 是不是會衝擊很大呢 他就用這種 相對地比較軟性的包裝 而說到他一個很鮮明的立場 就是說 頭條新聞 整個香港電台 是會在建制眼中 看法是怎樣 是視為眼中釘 無論你們的取態 你們的立場 都是 不合聽不合看的 是時候應該是整頓 是時候應該換人 然後 你見到這個港台另一些顧問 比較黃的顧問有十幾個 在網上做了聯署 要撐這個 言論自由 要撐頭條新聞 要撐香港電台 一夜之間 就已經有十三四萬人 已經簽了字 簽了名 另一邊商 周庸 又搞一個類似的 簽名運動 你知道他搞簽名運動 很撒家 動一點就可以簽到幾百萬 甚至上千萬人簽名 很厲害的 當然他的立場很清楚 意圖也很清楚 要整頓香港電台 要撐頭條新聞 所以 你見到那個政治的角力 是很厲害的 而且整個建制出動 包括六八九已經開了聲 要政府解僱人 警方要告 政府解僱警方告 針對有名有聲 開了梁家榮的名字 我昨天說了一點 建制這個窮追猛打 其實目標是很清晰的 我試這樣想 這樣說 可能大家會容易明白 他的目標 是要建血 要人頭落地 要香港電台 交人出來 說清楚一點 叫政府交人出來 政府交人出來 或者政府交一班人出來 那什麼叫交人呢 他們整個想法就是 因為大家知道 警察今天是不能得罪 警察是林鄭 依靠的對象 警察是林鄭的寵臣 寵恨警察 寵恨三萬個警察 反過來 警察亦可能是協助林鄭 做什麼都行 所以你看到警察 很多政策是向警察傾斜 包括 防護 工具 口罩 保護衣等等 連醫護人員都沒有 防護得那麼好 其他幾個部隊 就是望塵莫及白馬都追不上 這就是完全有一個傾斜 張建宗 林鄭 屁都不敢放一個 看到這樣的情況 醫護在喊救命也好 他都不敢說任何東西 他都不敢叫警察拿些東西出來 所以我們 不惜事務不惜好大 是不是 竟然做這些事情得罪警察 所以他這次 不會放過你 因為得罪了 批評了香港最有勢力的 最有權力的 一個政府部門 有槍有槍 要槍有槍 要有炮有炮的政府部門 所以 他一定要 建血 叫你由人頭落地 要交國人出來 什麼叫交國人出來 都很清楚一個定義 有細目標有大目標 細目標 就是針對頭條新聞 可能要 移動 移動 頭條新聞裏面的製作人員 移動頭條新聞 陳建強說了 吳志森 曾志豪做了10年以上 換人也不會很大衝擊 他小目標 移動了 曾志豪 表示他達到他的目的 在壓力下什麼都做不到 沒有用 沒有面子 起碼 小目標要做 然後可能要改組 頭條新聞的班子 改組頭條新聞的班子 以前都說過很多次 不同的 自從朱培應走了 不同的廣播處長 在外聘也好 有說過很多次說要改組內容等等 做也做不到 今次 我相信他們會 出進九牛二虎之力 想達到這個小目標 更加 想做的當然是 整個頭條新聞接了他 OK 接了他 最簡單 這個節目消失 在香港電台 消失在地球 消失在香港 始終 這是 最想達成的目標之一 不過這是小目標 更大的目標 是整個香港電台 OK 交了什麼人頭 他現在在矛頭 一直叫梁家榮提交報告 商經局也是這樣 矛頭指向梁家榮 我聽回來的消息 是這樣的 因為梁家榮是合約的 大家知道他不是公務員 要解僱一個公務員 要調職 相對比較容易 在香港電台調去不同的項目 相對比較容易 降職 也很難的 你調去平調就可以了 待遇不變 沒問題 調去閒職 但是 公務員要解僱是很困難的 要紀律言訊 我犯什麼錯 我不是偷東西 我不是被黑警抓 現在連被黑警抓 大家知道 一抓了 羅茲剛說的 即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說的 抓了就要停職 OK 完全是違反了我們叫做 無罪推定的原則 你抓了我你不能濫捕 況且都未告 未上庭 你抓了我就要停職 羅茲剛說的 我不知道他憑什麼 的政策 有沒有人向他施法覆核 我覺得應該施法覆核他 很多公務員 為什麼公務員不可以參加不同的集會 本來是一個合法集會 你突然宣佈要腰斬 於是我 不走字 我心生不分你 我被你抓了 那就要停職 但是要動一個公務員 即使停職也好 要解僱是有很多困難的 OK 但是要動一個 梁家榮這一類 合約的港破處長 就容易很多 合約未完都可以解僱 補錢不補錢 就看看他安什麼罪名給你 是可以的 當然你可以控告他 可以司法科學他的 但你作為一個普通的平民百姓 我喜歡跟政府鬥呢 用錢來跟他鬥呢 最愚蠢的 於是 大的目標 就是要動梁家榮 OK 如果動到梁家榮 他就會覺得 起碼警察 起碼建制 覺得拿到一個 很大的勝利 勝利在那時候 然後 然後 殺雞警猴 殺一警白 無論是小目標大目標 動了你頭條新聞 動了你 兩個 一個叫吳志森 一個叫曾志豪的人 令你沒得做 然後動你裡面的監製 節目的製作人員等等 都是殺一警白 我已經被人殺過一次 在港台的自由風被人踢出來之後 都是殺一警白 你聽聽港台 現在的風險節目是怎樣 我少聽 OK 零角已經沒有了 大家都知道 是不是 批判力度已經降低了 當年沙士的時候 我們仍然 我當時 跟周庸一起做節目 我記得 那時候 我們仍然那些零角 起碼我那些零角 對於這個醫管局的 資源的分配 不平均 不公道 我們批判得很重要 今天 零角還在嗎 大家可以做一個 殺一警白 殺雞警喉 即是說 如果你是誰不聽話 誰仍然是 叫你不要做的事你繼續做 投訴你又不聽 他們的新聞就是下場 其實我也跟同事說 如果真的要交人出來 很容易 我都一把年多了 我經常說 退休不退休之間 很累 做YouTube已經很沒空了 經常都給黃標 順帶一提 那兩條直播片 無題一無題二 秒殺 全部黃標 斗零這個廣告 都沒有落 都是這樣 但有些朋友說 在紐西蘭 在其他地方台灣 在美國看到廣告 即使是黃標 我招勞 我招勞 那政策是怎樣的 有識之事 可不可以跟我講講 這是題外話 我交我出來 反正一百年多都退休了 但怕 交了我出來 動了太后 動了大帥 動了有為 也好 怕 建制未必收貨 因為目標會更大 是整個頭條新聞 甚至是 梁家榮 甚至是整個香港電台 交了我出來 沒用 我這個小薯仔 無濟於是 滿足不了他們的胃口 你說這件事是否可以抵抗呢 我一半悲觀一半樂觀 你知道我是一個比較悲觀的人 我是傾向於悲觀 但也不是完全沒有樂觀的因素 因為 如果真的要守起刀落的話 下定決心守起刀落 你問我政府有什麼做不到 尤其是對付一個香港電台 對付一個政府部門 有什麼做不到 一定做到的 守起刀落 但有些事情會忌憚 忌憚什麼呢 有時有人說出來說 車 你二百萬人上街也沒用 忌憚你什麼民意 我都覺得是 200萬人上街有什麼用 但是 如果我們一開始就覺得沒用了什麼都不做的話 打定輸數 那個最壞的結果 一定是會發生 但我們現在繼續努力 13萬人簽名有其他寫信去不同的 這個政府的部門包括 專門接收投訴的這個通訊局 又或者 在輿論上作出反應 等等等等 我們希望將這個 他不要那麼快 手起刀落 因為 將這個過程 給多些人 明白發生什麼事的話 長一些 有轉機的機會大很多 形勢 是危險的 如果沒有這場疫情的話 可能很快就會有結果 他們會這樣想 這場疫情 已經變成一個政治的問題 OK 他不想多生之節 搞得頭條新聞另一個政治問題 不如先慢一步 是有這個效果的 但是 拖得多久呢 整頓香港電圖的腳步聲 一步一步走進來 他終於會走進來 差在他走得快 走得慢 有沒有尖前顧後 有沒有踩到狗屎 要抹腳 問題就是 究竟香港市民 可以做什麼 能夠力挽狂難於基督 你說我們很多人寫email 在youtube下留言 心爺頂住心哥 我一個人什麼potato 一個人頂得多少 我只不過在那裏 有份讀阿巧 做個演員 如此而矣 當然我有個youtube 在D100開麥克風 可能會 聲音比較大 但是 都是雙拳難敵四手 如果大家認為這不是我的事 不只是我的事 不只是小豪子的事 不只是香港電台的事 不只是頭條身邊的事 是全香港市民的事 我覺得大家就需要 一齊發聲 用盡不同的渠道 發聲 如果你是珍惜 這個公園廣播機構 製作的優質節目 為大家帶來資訊 帶來娛樂 帶來一些 批判 很多人說 看頭商品可以 很治癒 解氣 身心可以得到平衡 有些人說我們其實是很建制的 因為解氣當是扔了磚 大家不會出去扔磚 有些人這樣說 我經常說我們是社會治療師 社會治療師 真的跟他解氣後 起碼你睡覺時都會笑出來 想起頭條新聞 可能社會安定和諧很多 所以政府很笨 我經常說很笨 為甚麼要動頭條新聞 沒有頭條新聞跟香港市民的解氣 他們就更生氣 更生氣就更反政府 為甚麼這麼笨 其實原因很簡單 人一藍 老就殘 大家同不同意 你不太想看 你不太想看 我本集完 我們 在那邊 有些事 跟你講 你不太想看